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金黄色的 而且是一种比较细的粉末 所以看起来就有一点像那个沙 现在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海金沙的一些药用功效吧 因为它是中药 海金沙入药 胃肝 咸 性寒 主要用于治疗料露感染 料露结石 白带 肝炎 肾炎 水肿 咽喉肿痛 肠炎 皮肤湿疹等作用 之前在网上也有朋友说过那个三斤汤 三斤汤里面的那个中药 其中就有这个海金沙在里面的 像这个海金沙治疗那个结石也是比较好的 但是如果需要药用的话 可以去请教一下当地的医生 因为他们对这个中药的搭配的话 也是比较专业的 还有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要怎么搭配的话 医生也是比较了解的 刚刚听完我的介绍 可能很多人对这个海金沙的一些要用功效 已经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 所以现在我就带大家了解一下 看一下这个海金沙的一些外貌特征 当你下一次在山里面 或者是路边见到这个植物的时候 你就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以及有些什么功效作用 现在我们就去看一下吧 看一下这个海金沙 这个卷 刚才滑动了 看一下这个海金沙 这个卷区的地方 晒干了以后就可以打出来个包子了 而且像这个海金沙的叶子 也是比较特别的 现在我们看一下它的叶子长什么样子 这就是海金沙的叶子 可能这样子看起来的话 看不出它的一个特别的地方 因为在山里面的话 可能像这样的 有这样叶子的植物的话比较多 那么现在我换一种方式吧 这样子看起来是不是就比较特别一点呢 你看这个叶子的话 它有卷区的地方 你看 像山里面虽然植物比较多 像这样的植物的话 可能就是独一无二的了 看一下它的那个 后面 后面部分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像这样子的话 就比容易比较区分了 听完我刚才的介绍 是不是对这个海金沙已经基本上了解了 如果看到视频的您对这个海金沙有更多的一些作用 或者是用处的话 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一下这个海金沙 这个植物的更多一些作用吧 今天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还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